每一個相遇其實都是重逢 看似不相關的人 往往有一條看不見的連繫 鄭子成、劉善儀兩夫婦 結緣於電台 當時吳錫輝是電台高層 堅稱他們結合 作為上司 輝哥也和太助鄧外林 是職場夫妻 究竟辦公室應否談戀愛呢? 時光飛逝 鄭子成今天繼續音樂情人 身兼電視專業奸角 劉善儀從事傳播信仰 相處知道是怎樣的呢? 吳錫輝更加退休了 走的路不同 聲聲相識 依然息息相關 今天終於又遇上 找到彼此的交會點了 輝哥 Gloria 對, 鄭子成, 請坐 很快, 再見 好, 再見… 都好幾年沒見你們, 很想念 今天兩位嘉賓鄭子成和劉善儀 是我香港電台的舊同事 舊同事真的不敢說, 舊下屬 對, 沒錯 到今天, 我看到這兩位 四個中文字可以統括你們現在的關係 是魚膠磁漆漆 要做給他看嗎? 要再黏一點 我們今天吃火鍋 是 廣東人, 那種好像… 冰糖葫蘆, 馬上吃了 可以 你不要動 為什麼? 你不要亂吃 是啊 冰糖葫蘆也不給我吃? 不是, 導演說 這個冰糖葫蘆… 很考究的 內裡有乾坤的 你要放進火鍋辣的那邊四分鐘 沒問題, 那就馬上做 那你… 好 對 是不是?也要嘗嘗了 很明 你以為是掉下底 好, 這個就行了 我跟劉善宜原來飲食習慣很相近 海鮮加素材, 對吧? 這個… 這個應該是純素 我們放在這裡, 還是四分鐘 想不到, 火鍋一樣有糖果小食 做頭盤 台式精緻火鍋 不過, 所謂的冰糖葫蘆 其實是肉丸 沾上醬皮凝固 記得要趁它熔之前下鍋 波波糖 用蛋皮和菠菜做, 更加是素食 沾上麻醬和芝麻捲成 切片 看看, 幾次儀式的零食 我先敲聞一下你們 入港台的過程是怎樣的? 不同年代的 不同年代入行 他經常當自己是新人 我是… 你誰先?我忘記了 入行還是他先? 我先 你先的 對, 香港年堂第一堂 剛好有一個音樂節目想找主持人 馮偉堂打電話給我 從此又回來了 是, 記得 由一堂去到二堂 你提醒, 他是你的前輩 對… 對嗎? 對, 我是九零年才從加拿大回來香港 沒錯, 我記得 他回來的時候, 如果我沒記錯 張文新請你做AA 我原本想他回來想考做節目 誰知道還未有這個機會 但新哥覺得… 可能我從加拿大回來英文是好 他覺得而已 那你英文當然好 他就覺得而已 那你何時開始做節目 我早知道有一個節目 是胡啟榮做的 他那時候離開港台 是… 去另一個機構工作 好 那節目叫做夜半一點 我記得 就開始了我第一個節目 其實這個叫電台忍 你喜歡做電台 因為這個人是永恆的 等於你今天的音樂情人就是他 情人是他的音樂 幾個人 其實真的, 你說的 喜歡做電台的人 其實現在還有 即使年輕人… 很多 是很吸引的這個行業 你告訴大家 為什麼電台這麼吸引呢? 首先你一定要喜歡音樂 是 我覺得以前… 現在分開主持人和DJ 是… 唱片騎師 是… 但其實一直以來 如果真的吸引是唱片騎師 你覺得很有型的 我最記得當時受訓 我們在錄音房旁邊 就是鄧偉師在做下午節目 是… 那時候下午還有青春交響曲 你知道鄧偉師一邊做節目 一邊跳舞 對, 那時候我看到他 他不坐 如果我將來做到蜘蛛 他不平的嘛 對 他就是這樣一個形狀 好… 他不坐在椅子上 到現在做節目都是錯的 我也知道 講完講四分鐘 四分鐘會過了 我就不能吃你這個了 鄭子成 這個是… 你姦的角色和現在辣的角色 應該挺相符的 不是吧 你就嘗嘗那個 現在四分鐘之後的葫蘆 我就夾一個 謝謝 給Claudia吃 鄭子成, 又辣又姦的味道是如何的? 我只可以告訴你辣的味道 辣的味道我不知道, 讓你們看看 可以 這個真的可以 味道的 味道 你以為真的是冰糖糊塗 原來不是, 表面很鮮韌 好像珍珠奶茶的珍珠那種質感 裡面有蝦和豬肉 挺好吃的, 不錯 它的包裝挺特別 是的 我記得這間店在台灣是總店 它有很多創意的想法 包裝在食物裡面 我們慢慢嘗嘗 這個有腐皮、有芝麻 加上麻醬 表面是菠菜 菠菜? 是嗎? 是的 這個很好 適合素食人 適合我和你 對 台灣師傅偉哥擅長精緻火鍋 除了這樣, 韋哥故意去法國學藝 你看他的切菜 和庭園藝術師 小心才展鮮花毫無分別 一絲不苟, 幾乎令你不捨得吃 我吃完前菜了 兩位, 這個是花團錦畜 你們覺得形象如何? 什麼呢? 很漂亮 我當時沒見過火鍋的菜 放得這樣 沒見過 對, 沒見過 送菜可以這樣 好像插了一盆很漂亮的花 我最近學過插花 有點親切感 你們兩個都挺浪漫 對嗎? 初初是 現在我仍然刻意去營造 某些浪漫的氣氛 有人問這件事 和所謂辦公室交往 有沒有職場的負面影響? 少許都有 職場有些不方便 譬如說我們都試過做直播節目 當時吵架 但在外面聽不到? 對 因為他只聽到我們連續播了三首歌 是… 直播 什麼OB? 厲害 什麼OB? 不是OB? 這是什麼? 《今夜真情》 我們兩個一起做節目 是 有時候有些事情不咬完 那當然有 那你的任性 如果那個不是你的男朋友 你可能沒那麼任性 他只跑出去 我都要追出去 我只剩幾首歌 全部五、六分鐘 十二分、十分寸 直播室外面有一個冷凹 你也有辦法 不, 怎麼辦? 這件事要哄她 這個很少有在電台播放 就是幕後爆出來的… 爆出來的, 對 一個內幕 我還記得當時 我跟他開始做《今夜真情》 之前有自己一個人做的 然後加上我做拍檔 想起很多舊台時的樣子 那時候也很懷念 有個小酒店 有個餐廳小酒店 對 你跟新哥、魏炳朗 很喜歡在那裡聊天 對, 大家聊天 當然 魏炳朗在那個酒店跟我說 開始評論我跟他之間合作 他說他開始溶雪 在加拿大回來之後 沒錯 是木立的 然後有個拍檔跟他 可能有些火花 他覺得他開始溶雪 很慢熱 發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 為什麼有一個人這麼木立 是 笑 笑又不笑 哭又不懂哭 你也有感情 你要顯露給別人看 不是吧 我有感情, 但我藏在內心裡 明白 我是豐富感情 但一直抑壓在心底 是不是很騰雞? 不是, 我很怕 因為每個人都是我前輩 因為我在加拿大做電台 也是一個很小規模的電台 是… 你回到一個夢寐以求 這麼大的香港電台 每個人對你來說 都是一個巨人 經驗比你多 現在我們各有所好 真的, 陳梓誠吃他… 他最喜歡吃的, 金菇 一定, 金菇 我跟Claudia吃素… 辣的冬菇 素菜 他吃一個粟米 很好吃 剛才我吃第一道菜 冰糖葫蘆的時候 我還覺得不是很辣 糟了, 怎知道現在來到這裡 我就覺得有一點… 越來越厲害 開始厲害了 我要問問師傅 用甚麼素菜來做湯底 這是一個重點 如果要我選擇子誠的作品 我最喜歡的其實都是音樂情人 我想有些聽眾會不會知道 做音樂節目其實都很考人 同一首歌, 不同的節目主持人 可能播出來的效果很不一樣 怎樣好聽法 我相信這些就是很講功力 或者講自己的天分 子誠到現在做了十幾年 他依然選到一些歌 而且我聽起來是冷門的 而且很好聽的 我覺得我最欣賞他也是音樂情人 這個貌似古董的圓形物體 就叫團圓窩 團圓窩原來有個故事和經典 中間有一個乾坤和巧妙 上面有很多, 我看到流汗的白胡椒 真的不是開玩笑 全部朝香, 青梓城那邊飄過去 沒錯, 你看不到這邊的洞 原來是這樣滲出來的 裡面是密口的, 所以沒有過來你那邊 團圓窩, 精緻有如藝術品 特別設計, 分格兩邊不同口味 不會撈亂 一邊是老少咸而不辣的美人窩 一邊是這裡特有的紅泥小鹽 用上花椒、八角、不同的辣椒和中藥 等等多達二十幾種材料 煮好醃足七日, 辣得很有層次 口感豐富, 即使夫妻、情人 知己、口味不同 每個人畢竟是獨立個體 要互相尊重, 求同存義 同台吃飯, 愛好不同 都可以皆大歡喜 共野一勞, 這樣才是團團圓圓 我研究一下 你兩位當年在電台 一個不小心 為何你成為性格巨星在電台出現 不敢當 這些上天的安排真的很難教 如果要說, 一切要從真情開始 原本我的角色設定 在真情裡是一個岸籍的青年 從內地來到香港 看到很多工作機會力增上游 很正面和積極 一拍一拍, 監製跟我說 你做好人也不夠 海來做, 海仔王自然 他說不如我把角色扭一扭 看看是怎樣 結果就由岸籍青年 看到工作機會力增上游 到岸籍青年 看到工作機會不擇手段 就是因為不擇手段 四個字就把整個角色扭轉了 然後真情開始走上這條奸人之路 劉善兒稍微有空 你接下來向前看, 有什麼想法 我仍然想搞一個慈善機構 因為我做過了 那時候是傳媒 想幫什麼弱勢社群之類呢 基層兒童, 很容易數得出 就是幫不同的基層兒童 去有一些小小的夢想去完成 其實很簡單 他可能想去一次吃一次報票 他可能需要一部電腦 不過話雖如此 我和善兒始終留著廣播的血 所以到現在我們仍然… 我每晚都要做音樂情人 是 善兒就是一個星期做一次的電台節目 仍然保持著這對電台的營成 非常好 對, 做電台的人 不會失去這種熱情的對電台工作 這個很漂亮的… 好像… 玫瑰 花園 很漂亮, 叫玫瑰松磅 用豬肉來砌成玫瑰花 玫瑰松磅 採用日本頂級松磅豬肉 一塊塊片薄, 捲成玫瑰花形 好考刀工的, 更加增添吃肉 這個玫瑰花 看到它也要試一試 真的很認真 很厲害 不只是表面 漂亮 手工和刀工都不同 這裡的師傅已經教了我一招 蛋白質 蛋白質 對, 相處之道 現在鄭紫誠已經成為天之嬌子的紅人 一休望, 夜休望 我剛才問他 你回電台要不要錄音嗎? 因為有時候拍劇 很多時候都會 通宵, 不用說 面對的花花世界 請問你兩位如何相處呢? 其實如果你問他這麼忙 又在這個玫瑰圈 我又好像太太一樣 但是…其實一直… 你問我 很多人我都經常說 我從來沒有擔心過 這件事我真的知道 我從來沒有擔心過 我覺得他很相信 但是那件事很自然 從何而來的自信呢? 因為我看別人都相當準 最重要是可信 在傳媒機構裡 可信這兩個字是值萬金 他是其中一個 其實我覺得兩個人 好像大家互相扶持 有時候不是靠著一些東西 是 可能是一個精神伴侶 對, 或者是靈魂門, 演員 你如何是… 能夠大家互相支持 一個支持點呢? 有時候不是… 好像你說的 可能那個女性 自己本身對於事物的看法 她從心底裡打出來的勇氣 堅強或者其他東西 可能有時候都要這樣 去扶持著那個人 就不是說你要煮飯 那些傳媒開眼 有人代勞 算了 我花了五分鐘還是六分鐘 我終於等到這個夢寐以求的花園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嗎? 是嗎? 你只剩辣手吹花, 廢哥 是啊 我學你嘛 我學你而已 我這個吹花之後 那個花是很好吃的 又彈牙又甜 你那邊好像有點… 一生棉 這個其實跟夫妻相似之中 也有一點關係 因為我知道我老婆不吃豬肉 是 所以我一定要把她吃的東西給她 我老婆最喜歡吃鮑魚 所以我在這裡 幫她錄個鮑魚壽司, 好嗎? 你那邊那些是壽司嗎? 樣子就像了 是啊 我可以錄進去嘗嘗 好, 你嘗一嘗 我真的想不到你那盆菜 原來是貌似壽司的火鍋配料 夏王, 幫我進廚房問一下 為什麼這間火鍋店會有一些配料呢? 就是壽司 海鮮 加肉類 一般壽司是飯底 一下水就散 怎麼打火鍋呢? 原來是魚滑 這樣就沒有失脫了 厚度不能太厚 因為太厚 你會讓你這塊肉的口感 會來得比較柴、比較硬 那手法呢 其實就跟做壽司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我們將牛肉貼上去之後 然後將它握緊 那壓好之後呢 我們將它的形底稍微縮一下 那這個是鮑魚 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進行點綴 那這個是翻溪的碎 那每個呢, 上一點 然後呢 再放一些魚卵 然後下去點綴 那這樣呢 就感覺在火鍋店吃到一個握壽司 這個鮑魚很軟 就是它不是軟的軟 好笑的, 我很喜歡吃鮑魚 但是我的朋友說呢 他不喜歡吃鮑魚 因為他覺得好像吃刷子膠一樣 你那個蝦可以嗎? 我只是用這個形容詞去做 對, 很有行貨 但是我真的覺得是真的 就是很彈的 真的嗎? 真的嗎?開玩笑 總之今天呢, 超級開心 因為跟兩位舊同事一起相處 又可以度過一個愉快的限度 很久沒試過 我也很開心見到你 我也很開心 而且很感謝Raymond 沒有客氣 其實Raymond跟他做了我們上司 這麼多年 我也沒試過有這麼長時間跟他聊天 就是這樣 他好像把歌譚心 我們把食譚心 為什麼 大家不知道為什麼會笑 因為這個是他太太 我會在鄧內林的名牌節目 把歌譚心 好記性 下次就找你們吃飯 好 好 記住我的三美菜 然後到你家裡 把你姐姐給我 要四個人 都叫Bordual 四個人 一定 可以嗎? 可以 謝謝你, 請我們上來 謝謝… 乾杯 好, 乾杯 謝謝, 輝哥 我從前認識的鄭子成 是一個非常木立的人 想不到的時間 十多年左右 他變成一個多面手 做電台、做電視、拍廣告 反過來 劉善兒從前在電台很健談、活躍 原來最近做了一個 我們叫做Show Mate的角色 聆聽者 今天的鄭子成和劉善兒 已經成為一對我眼中很放鬆的雙手 以前你經常在港台上走來走去 聽聽你說什麼 然後他走開去 他又不會給很多意見 或者說你這裡不對, 那裡不對 是一切看在眼裡的一個老闆 你會敬重, 但你也不會害怕 因為他不兇 其實這次對我來說 有很大的感觸 有很大的感覺 好像突然變成一個 很了解我的前輩 我相信我會經常找他 還有鄧岡林 我們會教我們 還有很多大學 都會知道